你好,我是芒果,回见面啦! 今天终于要给大家来录这个What's in my bag 就是我的包包里有什么这个视频的主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包就是 这个包是我来英国之后买的 是龙香的Long Shawn 然后我把名字打在下面 就是他家最出名的这个吧 就是这个饺子包 这个包其实颜色的选择有很多 这个卡其色和黄色还有深棕色之间纠结了还蛮久的 我是第一天去看然后晚上回来想了好久 第二天才决定要买这个卡其色 原因呢就是它比较百搭 首先就是可以跟我各种颜色的衣服 各种风格的衣服都可以搭配 这个颜色比山东色来说的话要浅一些 这样你夏天或者春天背它也不会觉得太沉闷 这个包容量真的超级大 上课都是背这个包 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散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首先它有两层 就是一拉开就是一个这样大的一整层 然后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有个扣子 它这样扣起来 然后把扣子打开 扣子的这边还有一个小夹层 这个夹层里面我一般是放了我的两张卡 还有一个耳机 因为放在这个夹层里面比较好取 这个耳机是我生日的时候是有送给我的 它自己其实是有个小袋子的 但是我觉得放这里比较方便 这是一个卡包 这团招心的时候 然后送的一个卡包 这个是water stones 这是一个书店 然后这个书店里面有类似于咖啡厅那样子 吃饭的地方 然后当时去招心的时候 它送了一个这个卡包 里面有一张卡 可以免费喝五杯咖啡 但是我已经喝完了 所以你的卡就不在了 然后这里面是我的oyster card 这个是18家的卡 就是坐地铁和公交可以打折 然后这一边是student card 这就是这个卡包 然后这个小包包里 就平时除了放这两样东西 我还会放我的手机 就这三样东西 然后也装不下其他的东西 剩下的呢都放在这个大包里 它没有别的风格了 那我就拿到什么讲什么 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夹 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上课会发handout 就是一般都是几张纸这样 如果把它直接塞在这个包里 很容易折坏 所以我就带一个文件夹 打印出来的材料 就可以直接装在这里面 也不会折坏 然后也不怕打湿 然后是一个围巾 这个围巾是之前 好早以前的了 我妈把我买的 还蛮百搭的 然后英国这边风特别大 那还挺冷的 然后围巾在这边应该是必需品吧 这个围巾是特别薄的那种 然后也特别轻 所以很好携带 平时就这样子 这样折起来 然后这样围巾 虽然它很轻 但是还挺挺暖和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就是保鲜袋吧 就是保鲜袋这样的 这是我在超市买的 包装上写的是用来装三明治的 平时中午不能回来吃饭 然后有的时候 因为用脑过度 所以会很饿 我就会就是 拿它在里面装个橡胶啊 或者装个苹果什么的 它是这样子 这里是那种粘胶 然后就这样把它打开 可以重复利用的 再把它粘起来 就可以了 它飞机上送了一个小包包 里面装的是耳机啊 还有什么 然后这个包包我就拿走了 里面装的是卫生巾 这布打开给你们看了 它是那种就是毛钻 类似毛钻那种布料的 嗯 接下来就是文具袋 这个是我在Paperchase买的 就是英国这边的一家文具店 我来之前大家都说 嗯 就是英国没有什么文具啊 好看的文具特别少啊 然后 但是我来了之后 发现特别多的文具 然后那些文具也都很好看 最为后悔 带了特别多笔来 这样就没有理由在这边买笔 这个文具盒真的很实用 就它是这样子上面是印的这种花 这样拉开中间有三层 嗯 上面这一层我是放了文具 看一下的 还有一个相机 这 这个记号笔 我特别喜欢用这个记号笔 它是这样按出来的 然后就小小一个 就跟普通的笔差不多 粗差不多 长 然后就觉得很方便 然后这一支是 讨雅思的时候 送的铅笔 橡皮也是雅思的橡皮 我当时就想着 就一起带过来了 反正这个笔是那种 就是像很像小学的时候用的那种 就是拔出来插在后面 之前被同学看到他们都笑我 这一个是好早以前 在无印良品买的这种彩色的水笔 这个是绿色的 写出来也是绿色的 但是不是很显色 只能用来就是做记号什么的 如果你用来做笔记的话 它那个颜色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一直没怎么用 黑色的水笔 我特别喜欢用这种粗粗的笔写 觉得很方便很顺手 然后这个是百乐的一个紫色的水性笔 它是细头的 百乐的P500 它是不能替换笔心的那种 然后写出来也是紫色的 这个就比那个绿色要显色很多 然后这个也是百乐的 这个是水性笔 这个是红色的水红色 这个是0.5的 这个是 两个都是0.5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比这个写出来粗很多 就是我协身带的几支笔 还有一张 一小张餐巾纸 我是那种 我特别受不了 就是你笔头拔出来 脏脏的 就是它的那个墨可能会 运到那个笔心上 所以文具盒里会装一个这个 就专门用来擦我的笔头 先说下面 都算文具吧 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个TipCat 这个是我现在目前最喜欢吃的一个零食 就是TipCat 雀巢的这个 灰化 我这个是圆满的 反正挺多口味的 我的就是最普通的那个 特别特别喜欢吃 然后我都会装在这里面 就是有时候是没有吃饭或者干嘛 就拿出来吃 然后是 一个便利贴 这里面 这上面一般会记 就是有时候上课的时候 突然想不到有什么问题 有点像备忘录的那种 然后就会写在这个便利贴上 它 我当时买这个笔带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可以刚好放进这个便利贴 因为便利贴 如果平时塞包里的话 很容易折的乱七八糟 所以我都放在这个笔带里 然后还有两个头绳 这个是之前看KT推荐以后 我在Forever 21买的 就是特别细的那种 所以一定要用两个 好 然后是一个 是两个创可贴 我之前做饭的时候 就是手被烫伤了 所以就把创可贴打出来 放在这个笔带里面 然后是一个唇膏 唇膏是Birdsbee的 这个口味是芒果味的 每次擦的时候都特别甜 心里特别甜 就是芒果味 冬冬的芒果味 还有就是 这个是The Body Shop的护手霜 这个也是芒果味的 然后 这护手霜还不错用吧 就是吸收的很快 很 不是那种特别滋润特别保湿的那种 但是 就是擦完之后 不会觉得手上黏黏的滑滑的 握笔都握不住那种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再加上它是芒果味的 这个 这个护手霜我每次用都会 就是旁边人都会 觉得好香 最后两样东西 这个是一个小镜子 也是 在国内淘宝的时候送的 然后最后是一个这个 Compete 是他家的那个 一个绿色的小管 然后涂在脚后竿或者什么地方 就可以防止磨水泡 但是我在英国这边的 超市和BOOTS都没有看到那种 只有他家的这种足贴 就是贴在脚上 也是防磨的 然后这一层就空了 他说中间 中间他这里 中间还有一层 这个是一层拉链 这个是这个文具盒的这个收具 还有一张我的一寸罩 这不是一寸罩 两寸罩 那就不给你们看了 然后这就是这个文具盒 这个真的挺能装的 就是我现在其实没有把它装满 它还可以装什么东西 因为我这个包 它只有一大层嘛 如果就这些东西不统一装起来的话 就会散在包里 就特别不好掌握 这个 这个是一个购物袋 应该是棉麻的那种吧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发的 为什么我要装一个购物袋呢 这个真的很必须 因为我住的宿舍是不包餐的嘛 然后每天都会就是自己做饭 学校回宿舍的路上就会经过超市 所以我就会买点东西什么的 这边的塑料袋超市是50pns 50pns一个就是算过来四五块钱吧 反正还挺贵的 所以我每次都会全身带一个购物袋 是不是很环保 然后下面一把伞 这个伞也是我从国内带来的 优衣服的伞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这是我的第二把了 之前那把大学泰国的时候弄丢了 之前大家都说 就都听说英国伦敦特别多雨啊 然后特别潮湿啊什么 但我来了以后一点也没觉得 我刚来那段时间是不怎么下雨的 最近下的比较频繁 但是伦敦的雨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云动得很快 乌云飘过来就开始下雨 但是乌云飘走了它就不下了 所以雨一般不会下很久 而且它这边会经常在晚上下雨 就比如说白天晴空万里 但是晚上又会下起雨 但是晚上我也不出门 所以我也不介意 我打开你们看一下 据说是可以防风的 因为它撑开以后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个伞是可以转的 就风从这边吹过来 然后它就可以转 然后就不会把伞吹坏嘛 其实折散有一个小窍轮 就是你每次都按照它的这个线 每次都把它折好的话 就是它会有印子 这样你下次就会特别好收 好 下面一个我的杯子 就是这个水杯也是好脏以前 用了一年了吧应该 是星巴克的 然后应该是日本的那个樱花限定版 然后它是这个随形杯 就是这里打开 可以直接这样喝咖啡的那种 方程的那种 但是它不是保温杯 有一点点重 看中了它的颜值 所以我就还是每天都是带着它 我每天会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冲一包茶 这是我室友毕业的时候送给我的 是长沙有一个品店叫茶颜月色 然后这个应该是它拿积分队的吧 接下来是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里也是 照新的时候送从国内有带过来几个本子 但是都是比较重的那种笔记本 就是外面是那种皮面的 就是如果我在装这个包里 这个包里已经有太多东西了 我再装的那样的本子就会很沉 有时候要做练习 或者有一些它没有发东西 但是还是需要记的 就记在这上 还有些什么问题啊 杨文老师的问题 然后就是我的派的 iPad mini 1 就是最最早最早的那个 白色的 它是没有指纹识别的那个 我当时在苹果官网上买的 然后还有帮我刻字 他说我应该看不清 太亮了 喝的是 love me little love me long 然后底下 at 林芒 这壳子已经被我用烂了 因为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个 看旁边 就都烂掉了 现在第一的壳子应该很少卖了吧 快讲完了 然后是一包 湿纸巾 这个是书结的 也是从国内带来的 一般的湿纸巾是那种 就你看到丝状的嘛 它这个就感觉是 棉 就有点像棉布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去boots或者super drug 去那种药妆店 然后我会经常在手上试色什么的 这个是纸巾 然后是一包得爆的纸巾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apple root 味道是apple root 就是苹果味吧 苹果木 然后是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是anchored 外面这个带子是它自带的 这样 我觉得这充电宝超好看 超美 粉色 但是又是金属感的那种 然后这是开关 这个充电宝有1050毫安 就超大一个容量 然后这个袋子还装了一根数据线 然后又有一包纸巾 我一般都会带两包纸巾 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用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备用 然后是一个小包包 这个里面装的是零钱 那就是一个小口袋 然后里面装了 这里有一张收据 超市的购物收据 然后20磅 看得见吗 20磅 然后还有一大把硬币 大把 我刚来英国的时候就是 昨天晚上在家就在那认硬币 因为他们这边硬币很奇怪 比如说它有两磅的 两磅是最大的 它50匹就是50pence的硬币 就比一磅的还要大 比如说两匹的 又跟50匹的差不多大 就是这种大小 就很混乱 就是种类特别多 所以就很难记 这个是我在广州买的 是曼陀斯出的一个限定的系列吧 然后我看它盒子特别可爱的嘛 然后它是这样打开 它里面是那种硬的 它烘烤我的 然后还有最后两样东西 一个是我的卡包 这个卡包是我从那个钱包里面拆出来的 就是它之前是卡在我们的钱包里的 外面有两层 然后里面有 一二三三层 然后这边是一个照片的 对 里面是放了一张拍立的 这个是Lois Bank在办的那个储蓄卡 就是背面这两边嘛 一边是Lois Bank 一边是中国银行的英镑卡 然后翻过来 这里是铺子的卡 这个是我才办不久的 还有一张这个券 里面有一百积分吧 再次去店里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 冲到这个卡上 立照我的那个BRP 这个照片太丑了 就用不着看了 然后最后一样就是我的钥匙 开水笔包里面送了一个这种万代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串到钥匙上 这样平时拿的时候也比较好拿 然后从包里找的时候也比较好找 因为它这个材质比较特殊嘛 原来是不是很机智 然后这个是门禁的那个卡 然后一个信箱的钥匙 一个是宿舍的钥匙 两个都是超市的卡 这是Vituals 一个是Tesco Vituals除了可以积分以外 就是在超市里上费了之后 可以领一杯咖啡或者茶 免费的 然后我上次试了一下 还蛮好喝的 还有一个U盘 这个U盘是PNY的 不用了应该有三四年了吧 好像刚上大学就完了 快是八季的 然后我的包就空了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看 M包包里有什么这个主题的 所以今天也终于录了一个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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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atory 优优独播剧 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